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假日的水美雕刻街 雕刻街的客家老店 三位天 阿嬤小 开始营业了 雕刻街的客人还是很稀少 店面虽然开的 却看不到客人近 这些店家 我们礼拜六门也关着的 开了也没有客人吧 看这些 关着门的店家 就知道 这段疫情时间 腰黑夜的萧条 和经营上的困难 希望 疫情赶快过去 让 所有的大环境好转起来 也让雕刻业者 有了新的生气 我们的洋大师在泡茶 这个店里面啊 那个个性个式个性个式的雕刻品 真的是美国伸手 那里工作室在这里 整个店都是精品啊 佐室售 下面完成 现在 我们的厨房 同志 有了新的 aurora 太进了 这些小兵 就是 佬 有了新的 球 的 在三月好几十年 专攻各种雕刻 雕刻艺品 我们的杨大师在泡茶 杨大师泡茶泡茶了好几十年了 泡茶很专业 这些人的作品都是很精美 我打给你帮我弄好了 你帮我同意处理好了 在杨江山的雕刻店 杨大师 杨大师雕刻店已经在这里置立了三十几年了 这里琳琅满目 这里我接近我来到 这个鸡宝盆很特别的 这个鸡宝盆很大很特别 然后在这里欣赏的这些衣品 这个小鸡宝盆很漂亮 绝妙为啸的神出小猪 好